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我是瑋恩 本支影片介紹的上高地松本二日遊 是我的家族旅遊 長野上高地松本和口湖七日遊的第三四天 本系列影片拆成三部 都是不錯的行程,可以自行排列組合 那我們就開始吧! 今天早餐這個還蠻精緻的 然後有一些杏州當地特色的料理 然後就很多小小盆的小菜 這邊有一個杏州特產的黑毛和牛 原來是壽喜燒的感覺 現炸的炸物 好,我們吃完早餐 接下來呢 要去搭那個電車跟巴士 前往今天的目的地 上高地 今天不小心穿得輕力 就用這個乘車券就可以搭電車跟到上高地的巴士囉 我們剛剛從這邊下車之後呢 把這個票秀給帳務員看 然後一出來帳外這邊 這邊就可以搭巴士前往上高地啦 我們剛剛坐了一個小時左右的巴士 現在已經正式來到上高地啦 那這邊的話 基本上是一定要坐巴士過來 沒有辦法開你的私家車的 然後我們現在在算是 遊客服務中心這邊 要來查一下 今天打算散步的整個路線 因為它這邊最多 好像可以走到四五個小時吧 那看你怎麼安排 那地方還蠻大的 那現在時間大概是十一點半左右 現在開始上高地的那個 Hiking行程 預計差不多會走 總共走三個小時 那現在要去第一站是這邊最夯的景點 叫河童橋 這邊山上還有一點積雪 超冰 會凍香的那種 真的超冰 它水很清澈 因為你後面有阿爾卑斯山脈 日本旅遊必備優惠券包含 Big Camera 藥妝店 百貨公司 都幫各位放在影片資訊欄 快去看看 提醒大家一下 因為上高地這邊 地勢比較高 所以它氣溫會比較低 像我剛剛在松本市區 大概是穿短袖 接近夏天的溫度 可是到這邊其實 多加一件 長袖的話 都還是 風吹來還是有點涼 所以大家出發前一定要記得 查好上高地這邊的溫度 上高地遊客超多 河童橋這邊呢 有小凳子大家可以坐在這邊 跟橋 然後還有後面的山脈拍照 河童橋是上高地這邊最夯的景點之一 所以因為它這邊有飯店有餐廳 然後橋的對面 也有幾家比較大型的餐廳 那我們預計應該會在這邊用餐過後 再開始 践行的路線 今天的午餐 全部人都點了咖哩 但其實它這邊還有 那個蕎麥麵跟烏龍麵 但是因為我們吃太多蕎麥麵 所以今天大家都點了咖哩飯 我們吃飯的餐廳就在這個河童橋 過來 將將 就到了 日式咖哩 就是佛蒙特 經典日式咖哩 我們吃完中餐 現在要真正開始爬山 我們從抵達上高地之後 到現在 好像只走了不到一公里吧 我們現在要開始真正健行囉 好 我覺得在這邊啊 也不用特別做什麼事情 就是 邊看風景 然後邊散步 就整個心情舒暢了起來 有沒有 有舒暢嗎 舒暢啊 你的鏡頭可以就是 就是下來一點 我現在下巴好肥大 好好喔 好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呢 是發現這裡的 一個英國人 他叫威斯頓 所以這裡做了一個 紀念他的一個 算是小小的 杯 然後 可以在這邊 合照一下 好 我的老婆已經就定位了 威斯頓杯 Yeah In memory of Walter Weston 上高地這邊啊 規劃真的還蠻完整 那我們這邊散步走一走 有一個 溫泉旅館 我們現在來到了下一個景點 碎高橋 現在時間呢 大概是下午的1點半 那我們這中間因為一直在拍照拍片 所以幾乎沒有什麼 太多走路 那我覺得這邊地勢什麼的 其實也都蠻平的 然後風景非常的好 所以難怪這裡就是會有這麼人氣 就是因為它走起來很舒服 但是又很簡單 不會太困難這樣 我們剛剛那個橋走過來這邊 第二座是田袋橋 大家如果來這邊看到熊的話 記得不要接近它拍照 危險 我們現在進入了要前往田邊池的水路 水邊路吧 反正就是它沿路有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樹林啊 樹叢 然後還有一些水池的 算生態區這樣 它這邊山上的水啊 真的是超級清澈 然後大家在那種如果有可以下去的區域的話 不妨下去就是摸摸水 而且它很冰涼很清澈的感覺 我們現在走到這個景點 叫做田袋池 然後跟濕源 英文是Wetland 可以看到它這邊有那種 淺淺的濕濕的 算濕地的感覺吧 然後後面 這也可以看到山的景色 蠻漂亮的 吃這邊吃吃這個蘋果派 它這個蘋果派裡面的蘋果內餡偏酸啊 然後派皮脆脆的 我們剛稍試休息 然後吃了一下點心跟喝完飲料 現在差不多要去 呃 坐我們預定的四點的巴士要下山囉 我們現在來上車囉 然後接下來要搭一個多小時的公車跟電車 最後回到松本市 我們從新島島要坐回松本 我們用的是電子的票券 呃 紙本的版本啦 然後 它到現場的時候會印一張出來 給你可以通過電車的改閘口 現在時間大概是晚上的六點半 那我們從上高地回到松本站之後呢 現在要在市區找飯來吃啦 我們現在在走路前往今天的晚餐 預計會吃一個鰻魚飯 然後看看有沒有位子 松本市區是不是有一種很Chill的感覺 因為它的那個房子比較不像 人家說它的建築物比較不像東京市區那種高樓大廈 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那我們明天還會在松本市區 待一點時間晃晃 到時候會再介紹一下松本市這個地方給大家 我們現在踏入了一個神秘的小巷弄 這是我們今晚的餐廳 這是我們今晚的餐廳 看起來非常日式 觀光莊的うなぎ 我們現在一組等待中 這家店算是觀光客還蠻友善的 剛剛門口有簡宗的那個介面 然後裡面也有英文的menu 這家店的特色是這個他們自己的original的menu 然後是有蔥加上wasabi的調味 等下會吃給大家看 那這邊有一般定番的就是鋪燒的鰻魚 這個小菜還蠻酷的 真是鰻魚的骨頭 很好吃啊 這邊有杏州葡萄汁 白葡萄 然後這是我點的店家特色的鰻魚飯 然後它還蠻酷的 就是你如果點兩片的話 它就是給你兩層 然後最下面呢是一碗飯 我們現在講解一下店家的特殊吃法 就是這個是wasabi嘛 然後這是長蔥 然後把一般的醬倒到上面 然後把那個佐料mix 放上去然後加起來吃就可以了 好開動囉 嗯 好吃 它的這個鰻魚啊 外表烤得真的是非常酥脆 然後那個鋪燒的醬汁 就是好像也不是只有單純的甜 就是吃到一個香味 然後鰻魚裡面的那個肉啊 就是還蠻軟的 然後再配上它這個特製的wasabi 然後再加上蔥的醬汁 就是我覺得真的很好吃 我們吃完鰻魚飯回到松本車站的附近了 然後今天的行程應該就這樣啦 那最後想再講一下 剛剛的鰻魚飯我覺得我可能沒有太過強調 但我覺得它在我吃過的鰻魚飯裡面排名算蠻前面的啦 然後剛剛我們家的人吃了也都覺得蠻歐肉的 其實都覺得很好吃 所以如果大家有來松本的話 可以去吃一下 那我們就明天的行程再見囉 掰掰 嗨 大家早 好 因為早餐是住一樣的飯店 所以今天早餐就沒拍了 那我們現在是行程的第四天啦 那今天呢會在 早上會在松本市區逛逛去看一下松本城 然後下午我們就會開車前往河口湖 覺得今天天氣怎麼樣 我們現在要走路前往今天的第一個景點 松本城 距離松本車站走路大概15分鐘以內就到囉 好 我們大概走了15分鐘 現在來到松本城囉 這個就是松本城的天守啦 那松本城呢是松本市這個區域 算是最有名的景點之一了 然後松本城同時呢 應該也是日本現存12座天守的其中一個 少林寺掃地森 好 那相信有來過日本城堡的朋友應該都會知道啦 就是你在逛日本城堡的時候 其實它除了中間這一個叫做天守以外的建築 其實周遭你看會有護城河嘛 然後會有像我們現在在散步的這種日式的花園 然後它通常造景也都還蠻漂亮 所以大家除了逛城堡以外 也要記得在這個周遭 好 走走 晃晃 我們現在進到松本城囉 這邊進來第一個是松本城的大門 叫黑門 然後有一個吉祥物可以拍照 城門一進來左手邊就有一個武士的甲咒 大家如果想要來參觀松本城的天守的話 門票一張是700元 但是如果只是在這一個就是城池裡面的花園走路的話呢 應該理論上是不用門票 這邊就是丟石頭下去就可以打敵人的地方 這邊可以看出去到樓下 中本城這邊跟大阪城有點像 就是它裡面的 算城堡裡的廣場介紹還算蠻豐富 因為有一些城堡它不一定會有這麼詳盡的介紹 跟一些文化遺物 然後你來參觀的話 要脫鞋子 鞋子要拿在手上 所以建議大家 可能穿一個比較方便穿脫的鞋子 這邊裡面樓梯附近不能拍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它的這個坡度 樓梯坡度非常陡 爬起來有一點累 所以大家可能要自己斟酌一下 我們爬了辛苦的六層樓 終於來到天守的最上面啦 這邊比較可惜它的風景 就只能從這個小洞裡面看這樣 可以看到大家都在這邊休息 因為爬了六樓之後有點累 樓梯非常的陡 這邊是出口的時候的二樓 可以看到一些景色 好我們現在從那個城堡的出口出來 剛剛真的是歷經一番波折 這個對膝蓋還有大腿 稍加鍛鍊 我們剛剛一早就已經整個健行了 現在畫面可能看不出來 但其實我滿身大汗我背都濕了 因為剛剛天氣很熱 我覺得體感應該有30度 然後再加上那個城堡樓梯有夠抖 我們現在呢 應該會先去經過四柱神社參觀一下之後呢 我去找一個我之前有去過的那種古名家咖啡廳休息一下 我們從松本城走路大概五分鐘以內吧 就來到第二個景點四柱神社 四柱神社也是松本市這邊 滿有名的觀光景點 我記得我第一次來的時候應該是 新年期間 某一年的新年期間 然後那還滿冷的 有在這邊跟Hester還有Bob 喝新年必喝的那個甜酒 好喝 那個飯店的好喝很多很多 好喝 嗯 好喝 嗯 就是 昭和 昭和感十足的布丁 還滿好吃的味 咖啡 我們剛剛喝完咖啡之後呢 現在帶大家來到這一條是 中丁通的算商店街 然後這個也是松本市這邊 最有名的一條商店街 那它的特色就是因為它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房屋啊 有那種像穿越的那種藏造老屋 就是江戶時代房屋的造型 所以還滿滿有名的 我們午餐在中丁通這邊選了一家 比較現代的那種輕食的店 吃個飯 吃個飯 今天中餐吃的是 軟發的三明治 然後我點的是 Pulled Pork 中文我不知道叫什麼 拉絲豬肉飯 試吃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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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三明治還滿好吃的 因為它的麵包 是那種軟發 然後裡面的那個 拉手絲豬肉 我覺得煮得也還滿入味 然後它搭配 我們點了那個 公蜜的醬 跟一大堆生菜 吃起來滿清爽的 我們吃完中餐了 那接下來就要走路去租車 我們要開到河口湖 我們來吃這家布丁專門店 春夏秋冬 買了五個原味的布丁外帶 這家布丁店很酷 外面有drinkable的pudding 就是可以喝的布丁的販賣機 我們現在租好車囉 接下來應該會去松本市的美術館 看看之後就會開車 先往喝口湖了 好吃嗎? 好吃 很creamy嗎? 很creamy 香嗎?濃嗎? 滑順嗎? 略勝 紅叉布丁 好 那我算了 我們現在來到松本市美術館了 然後這邊最著名的 當然就是草菅迷生的作品了 可以看到這邊的作品 都是充滿著原點的元素 我們買了非常多的草菅迷生相關的紀念品 大豐收 所以大家如果只想逛紀念品店的話也是完全沒問題囉 好 那我們逛完美術館之後 接下來呢就要一路開車 驅車前往富士吉田市 我們現在抵達今天晚上的民宿啦 那這棟民宿的特色就是可以直接看到富士山喔 但因為很不巧的 目前啦 富士山上面有蠻多雲的 然後天氣也陰陰的 那我們就希望明天可以看得到 我們現在要先去找晚餐吃啦 好 現在看似天還很亮 但其實已經六點半了 然後我們要離開我們住的 欸不算小木屋啦 算獨棟民宿 民宿 然後要去吃晚餐囉 這邊是我們民宿的reception 然後我們就住在一進來的這一棟 登登 這個運宿的reception很酷欸 它有賣那個日式的煙火 就是那種收拿著的那一種 然後有一些小東東 最重要的是它有些餅乾跟泡麵 它是開到reception開到九點 好我們的車子呢就停在這個reception旁邊的行車位 我們現在開車去山下兩分鐘吃飯 這個園區還蠻大的 大家之後想住的話可以來參考 啊沒有優惠券 因為這附近沒有太多好吃的 我們就來吃一個算烤肉店吧 Rose beef上菜 今天是Rose beef大餐 Rose beef的壽司 鐵板起司雞肉 Rose beef A5和牛沙欄 牛排 吃一個只沾鹽的 有 A5和牛 有 反正是 我都吃到鹽巴那塊 有點鹹 晚餐 吃飽囉 準備 開車去超市買東西 我們大概開車五分鐘 來到一家地方的超大型超市 要進去買一些水果啊 或是宵夜來吃啦 相信這應該是很多人來日本一定會做的事情了吧 這邊的超市不知道是不是應該是河口湖的關係 竟然有伴手禮的專區 如果大家像我們一樣住在可以煮飯的民宿的話 可以買一些肉啊什麼的回去煮個火鍋也不錯喔 河口湖這邊好像蠻流行放煙火的 連那個超市也有賣 我們五人份買了很多 這個日本限定的 哈根達斯 色香葡萄 啤酒 洞兵味的泡麵 泡麵 還有一些餅乾 下酒菜 還有 糯米一堆水 民宿區這邊晚上要點燈 看起來其實還蠻漂亮 可以在這邊小小散步一下 晚上很涼喔 然後現在呢 要幫大家開箱一下 我們今天住的 算是獨棟的民宿 好這邊就是玄關的地方啦 這裡是鞋櫃 然後呢 一進來就可以看到有一個往二樓的樓梯 然後還有一個大的空間 一進來左手邊呢 然後就是還蠻大的洗書的空間 然後這邊有兩套洗手台 然後 衛浴的話 也是有兩間 是一個 基本的浴室 好然後這邊是放衣服跟毛巾的地方 然後 還蠻寬敞 一樓進來這裡是有三個房間 分別這邊有兩間 然後這裡有一間 我們帶大家看一下第一間 是一個有雙人床的房間 這邊是牙刷套組 然後這裡呢有一些盆栽 那如果有點BBQ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 這是第二間房間 這個是兩張 單人床 大小 然後現在只能看到我的倒影 但是呢 這邊看出去 明天的話 白天可以看到這裡有富士山 這是最大的賣點啦 好然後接下來 一樓的第三間一樣也是兩個 單人房 我們來看二樓 從一樓走樓梯上來 好上來這個方向 雖然現在晚上看不到 不過一樣這個方向呢 是可以看到富士山的 然後這個角度 現在大家應該看不到 不過 這個地方是富士級樂園 明天早上再拍給大家看 這個 這個 二樓這邊算是有挑高吧 感覺還蠻寬敞的 這個上面也有木的樑柱 二樓這邊主要呢 是一個大的算 飯廳或起居空間 這邊是我們剛去買的宵夜 等一下會來吃 然後這邊有一個電視 好接下來開箱這一個是 陽台 雖然現在是晚上看不清楚 不過呢這個陽台設計就是可以從這邊 坐在這裡然後 眺望遠方的富士山 明天一樣再拍給大家看 好這邊還有另外一個亮點 就是樓上有一間和室 還蠻大的 就是塔塔米加四個座位 那這邊的話這整個 民宿最多可以睡到八個人 因為樓上這邊也是可以睡的 只要把那個 洞拿出來鋪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樓上還有第三個亮點 就是這裡啦 這邊推出去呢 這一個空間是 可以看到外面風景的 浴缸 可以在這邊泡澡 那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它這一面面對的 並不是富士山的方向 但也有可能這一頭可以看得到 我們一樣明天 白天的時候再拍白天的景色給大家看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民宿晚上版的開箱 那明天再拍有富士山的版本 白天給大家看囉 那今天的行程就到這邊結束啦 等一下我去吃個宵夜然後休息一下 明天就是第五天的行程 應該會拍蠻多的河口湖 敬請期待囉 掰掰